我真的很爱她啊 韩国是真的非常超级多人穿 无论你对脚有多漂亮 你只要穿了那个长度就完全是错了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韩妹们平时会穿什么鞋款 但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韩国女装鞋款 其实那个转变不是太大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很相似 所以这集就不是特别介绍什么鞋款 而是大家有没有留意 当你去看网购或IG的时候 你会觉得韩妹们穿鞋都穿得很漂亮 但自己买到回来之后就觉得 为什么跟想象中会差那么远的呢 因为大家看的是model model身材一定会好 长相才会很漂亮 当然影响技巧和角度都很重要 但最主要就是身材好 如果一般人身材不是特别好 甚至可能是有点肉的 我绝对不是一个瘦的人 而且我是下身偏肥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都不穿褲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穿裙比较显瘦的 像我这些肉肉腿 其实不是所有的鞋款都适合的 我今天就选了几款 我今次的所有鞋 全部都在台湾网购 叫做D加F买回来的 其实之前也有听过一些香港朋友 想买一些比较韩国款的鞋 他们都会在台湾网购买的 因为可以直送香港或者直送海外 他们觉得很方便 然后刚好品牌又邀请到我 所以我就有认真研究他们的网站 然后我就下单了 这对鞋 打算跟大家介绍一下 刚刚第一对就是这个白色的老爹鞋 老爹鞋 韩国其实小白鞋已经流行了超级多年了 你去搜寻韩国的穿搭 基本上10个可能有7个8个 都是穿白色的波鞋去配襯 所以如果你想变成一个韩系的穿搭的话 一对白色的鞋是绝对不可以少的 老爹鞋在这两年开始流行 但是我是从来都没有老爹鞋的 那我就想趁机会 我就选一对老爹鞋来试一下 那老爹鞋的款式其实是真的比较大一点点的 那如果有follow开IG的朋友仔 那其实就会知道 其实我一向都会喜欢穿一些比较 版型比较大一点的波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对鞋大一点的话 其实相对上可以令到你对脚看上去 是会幼一点的 对于肉肉腿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比起版型小的鞋 我是喜欢一些大一点的鞋 有点骚髒不要介意 因为我已经穿了很多次了 那它外面这个是真牛皮的质地 然后它这个位置是一个加好版的鱼胶圆墊 所以穿起来是超舒服 你这样拿起来觉得好像有点重的 但是穿上去的时候其实就没什么感觉 然后我非常欣赏鞋带是假装的 你直接直接这样塞下去就可以了 是懒人鞋之一 所以我真的很爱它 如果你想比较在韩国的感觉 其实有个小提示的就是 大家可以交代白蜜 韩国的街头你看到十个有八个 如果它们穿白色鞋的话 一定是配白蜜 韩妹很喜欢穿任何的鞋都会加蜜 因为这双鞋真的很舒服 我觉得是可以穿来去旅行 然后可能走十几个小时 其实你的脚应该不会觉得累 其实在韩国来说 都是基本款来的 比较英伦风的牛津鞋 高跟的话 就一定是令到你的身高增加 整个比例会拉长 它的头其实虽然小小圆 但它都是偏尖的 偏尖又可以令到整个脚看上去收长一点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 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绑大的鞋 在韩国你经常去餐厅 你都要脱鞋吃饭 你下来都要绑鞋带 我觉得很烦 所以我自己是偏好一些 比较不绑鞋带的鞋款 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 很多的牛津鞋 无论是有尖或是平底的都好 如果它们是绑带的那个款 它们通常 它们鞋口的位置都是很窄的 整个版型都比较小的 如果鞋小的话 其实就会令到你的脚看上去越肥 或者越粗 万丝万靈 因为其实我是挺喜欢牛津鞋 但是我是没办法可以穿到 就一直在找 究竟我自己可以穿到的款式是什么呢 就是要找一些鞋口 开得比较大一点 令到你的脚背可以露出多一点的 那些鞋款 就是这一款 不过牛津鞋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款式 因为我的小腿 比较小腿之间的那个位置 比例不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本人我穿牛津鞋的时候 我是不可以不穿襪的 所以我一定会加黑襪 因为可以穿小腿最右的位置填补了 整个比例看上去会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如果我穿短裙的时候 我一定会穿黑色的襪 但是如果我穿长裙的时候 我就一定不会穿襪 如果穿长裙的情裙之后 再穿襪 看上去个人有可能会更胖的 第三对要介绍的鞋款 就是这个 落伏鞋 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两着 这样去变踩肘的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 Flatmuse的鞋款来的 我是一直都很想买的 但是因为我每一年 每一次去试着这些落伏鞋的时候 都是觉得穿得不好看 后来我找到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基本上 穿褲是比穿裙好看很多倍 而我本人是一直都只穿裙的 所以我每次都是穿裙的状态的时候 去试这些鞋的时候 当然是不好看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是因为这双鞋的关系 开始去穿褲 所以我很感谢这双鞋 令我开始穿褲 找到一些比较适合我的褲 这股鞋非常之欺人穿的 真的 你的脚如果不是漂亮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以穿裙穿的 所以我穿它的时候 只可以用所有的布遮住我全腿 言下之意就是穿褲 我也有发现穿九分褲 和你的褲是要比较阔 它的阔阔 不要完全是扎身包着脚的 这样才会更加好看 算是新手最容易可以驾驭到的一个配搭 宽负配落肤鞋 不过其实呢 比起落肤鞋呢 我喜欢这样踩肘 把它变成flat mousse 这样穿多一点 你露着脚肘出来 我的感觉会是比较casual 脆兴 整个人会没那么正经 没那么趋近 在穿衣的时候 其实都会比较容易一些去配搭 肉肉腿有个地方要留意就是 它的鞋面有些会这么大块 有些可能是会去到一半 会小一点 肉肉腿门是千万不能选小的 一定要这个面越大越好 尤其是如果你是脚长比较肥大的人 你更加需要有一块东西去遮住脚背 因为我在外面试过无数次 比较下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小的 我穿得没那么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我用腿门去选择是一个小贴士 然后第四对 它就真的是一对flagmuse 斯文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个款 不,但是我觉得 穿上脚比枕看漂亮的 但它一定要有少少竿 看上去 脚的比例才可以拉长一点 不要看少少竿的竿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对也是一样 表面是非常大的 这对鞋其实被我测试了很多次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真的很喜欢穿裙 难道穿裙是不能配合 这些flagmuse的 除非你对脚比例真的好漂亮 然后很瘦 你穿短裙去衬都没什么问题 但这一对的话 我会推介于肉肉腿门 是要穿长裙去衬 如果你的裙或褲太短的话 看上去 你对脚的位置就很小 整个比例就会很怪 然后脚又很粗 所以我自己的话 是一定会穿很长很长的裙 八分长或者九分长的裙 最骚忌就是那种不长不短 可能刚刚到膝头或者过膝头一点 那只裙是最骚忌 看上去就会最噁心 无论你对脚有多漂亮 你只要穿了那个长度 就完全是错了 那当然如果你对脚是很漂亮的话 你就可以穿短裙去衬 非常之漂亮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是肉肉腿的话 就不可以了 最后一对就是这个波鞋款 那在韩国是真的非常 超级多人穿 而且还有一个point就是 韩妹们呢 通常一定会加对蜜在里面 这个其实我有点不能理解 我自己就觉得 没有蜜会漂亮一点 但是我看到 十个有八个 都会加蜜 重点是会加白蜜 我自己可以接受的是黑蜜 但是 也确是很多人会加白蜜 刚才说过 虽然说 如果你想脚比例 看上去长一点 最好有蜜 但是因为它是布鞋款 如果它有蜜 是会非常奇怪的 那你平时在converse 都不会有蜜 其实同一个道理 但是它现在只是没有了 后面的部分 所以其实 你在前面看的话 其实根本不会知道 它是有蜜还是没有蜜 本身其实我也挺不明白这个设计 但是我买回来之后发觉 哇 超方便 因为说真的 之前穿布鞋的时候 你经常要这样 绑鞋打脱鞋 绑鞋打脱鞋 然后重复end 你觉得很烦 但是这个就这样 一粒就可以粒进去 超正 还有我觉得呢 韩妹们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穿鞋都喜欢 衣服的原因呢 在韩国有很多地方 都要脱鞋才可以进去的 但是如果你穿鞋之后 你不穿物露出脚趾 其实是一个比较 令人尴尬 或者甚至乎 他们觉得有点不礼貌的一个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会穿上一双 我觉得是因为这样 穿了一个韩国的流行 那我以上说的五款鞋款 如果你是来韩国的话 基本上你在街道 是一定会常常见到的五款鞋款 所以如果你是肉腿门 又想试这些 好像很难挑战的鞋 不妨可以听一下 我这个推荐穿搭方法 希望可以帮大家 因为大家很多时候 看到IG的时候 都会觉得 为什么好像穿得这么瘦 但其实我本人知道 我自己不是瘦的 所以其实就是 因为这些穿搭的技巧上面 是可以导致你的外表 看来完全不同的 希望可以对我推脑新闻有帮助 其实有一双鞋 我也有买回来 但是买回来之后 我发觉 我穿得不太好看 就是这一双 第八点 我觉得它很漂亮 因为第一 它是尖头 它是这样 又是一双 FLAG MOUSE 超级漂亮 那么多双鞋 跟官网长相片一模一样 看到它实物之后 又完全没有失望 但是穿在我脚上 我就失望了 因为 刚才我不是说肉肉腿 最好是穿这一双 比较长比较大片的鞋 会比较好看 基本上它占了一双 三分一 四分一 但是如果本身你穿的不是太粗 然后又瘦底 其实你穿这双鞋 是超级好看的 那这双鞋我就穿不到 所以现在在想 这双是送给有需要的朋友 这双是245号码 不过它这个鞋版 就是比较小一点 所以你可能本身是穿240多人 你穿这双才会穿得比较舒服 因为它官网都有写明 你的鞋款比较小 你需要拿大一个码 如果大家去买的时候 真的最好跟他们的指示 那就一定不会买错了 我只是在室内的地方试过 然后我觉得非常可惜 其实韩国是有流行更多的鞋款 我以上说的就是一些比较适合肉肉腿门去穿 那这次非常感谢DGAF这个台湾网购 这样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我认真地研究一下 究竟有什么鞋款 是适合我们这些肉肉腿门去穿 也都是令我人生隔了20多年以来 第一次穿的 非常之好的机会 非常之感谢 如果你不是肉肉腿 你是用一对非常之 收场又美丽的既一双腿 就更加好 DGAF里面会有更加多的鞋款 是适合你 所以无论你是不是肉肉腿门 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他们的鞋款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有腿门主要我今天的分享的话 不过这么久 支持我 记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穿身的动向 可以看到我什么时候穿裤 然后配什么鞋 然后按订阅和旁边的链 就不怕错过穿身的视频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